端午節即將到來 那麼新竹市政府的龍舟活動標案 現在遭到市議員質疑 說必須要是高游泳 也就是市長高宏安的好朋友 才能夠來得標 原來今年這龍舟活動標案 和去年萬聖節活動得標廠商相同 但是這間廠商的過去 就是承攬高宏安競選活動廠商 因此也被議員認為內情不單純 端午節賽龍舟活動現場 熱鬧滾滾 今年新竹市端節活動得標廠商 與去年萬聖節活動同一家 市議員發現這間活動公司 過去曾經承攬高宏安的競選活動 高宏安市長仍不思檢討 持續將市府的相關標案 標給與自己關係密切的 里奧行銷公司 這樣子的行為會讓市民覺得 瓜田裡下 里奧整合行銷 也跟當代建築豪成不動產 等公司脫離不了關係 不僅部分的局處長 或者是聘用的公測會的委員 或者是去公所調節委員 都具有建商的背景 市議員質疑端節活動得標公司 不但跟市長高宏安關係匪淺 都還牽扯著建商背景 市議員認為高宏安無論用人或管理 都不避嫌 也難怪上任至今爭議不斷 那經過我們依照規定審核廠商的資格 有兩家廠商投標 兩家都符合資格 在四月十二號的時候 我們進行評選作業 經過我們評選委員會 依照規定評選出優勝廠商 新竹市府強調端午節活動標案 依法公告開標 市府尊重評選委員會的專業判斷 招標過程順利 也希望今年端午節龍舟賽圓滿順利 記者閻龍信眾報導